到了没有粮食的时候 这支侵略军竟然把中国战俘杀来冲击 看古迹讲故事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儿咱的小片要开始一个新的小系列 这个系列也是为了要填前面的一个坑 什么坑啊 说起来啊 人都觉得好笑 您还记得前方咱们聊蒙古准嘎尔布 大汗嘎尔丹那集吗 咱们不是曾经提过吗 嘎尔丹为了得到沙皇俄国的支持 所以就配合着俄国骑兵 供取了贝加尔湖以东大片的大清草场 在那个系列里啊 这可恨的嘎尔丹 咱们是给他聊死了 小片发出去之后呢 就有好朋友给我留言 让我聊聊这个贝加尔湖 可又说回来了 这贝加尔湖啊 他有什么好聊的呢 我正发愁无从下手 没处下嘴呢 这会儿啊 又有好朋友给我留言了 说呀 聊聊这个清代的时候 沙鹅的东阔 哎 这是我想聊的 正赶上啊 这会儿不正是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打得火热吗 正好 咱们就借此机会啊 聊聊这俄罗斯跟乌克兰 在清朝的时候和中国有没有什么瓜葛 当然了 那会儿的俄罗斯啊 还叫做沙俄帝国 乌克兰呢 也是这沙俄帝国的势力范畴之内 中国地呢 那会儿啊 还是大清 不过这大清啊 也是刚刚进关 刚刚建国 说到这会儿啊 就有人得问了 那说书呢 那你具体要说的是什么事件 其实啊 咱们这个故事啊 一直要说到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我看有很多胆大的说书的 直接上来就讲尼布楚条约 哎 讲的那叫一个热闹 可是我总觉着 这不讲雅各萨之战 尼布楚条约 能讲清楚吗 可是要是不把雅各萨之战 之前的中俄厉害关系掰是清楚了 这场战争啊 您听的也会稀里糊涂 那么今天啊 咱们就先拿出一集的时间来 讲一讲啊 为什么会打雅各萨之战 还得啊 分析分析 这八旗兵打的到底是谁 几句闲言过后 咱们引出正文 就得先说说 这大清国为什么打这场战争 在这儿啊 我还得先跟您交代一句 今儿咱们聊的时间跨度比较长 每个故事也都是片段 所以说您仔细听 您要是喜欢哪个环节啊 您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就会单拿出来 做一期小片给您放出来 您瞧咱们这频道人性化吧 没关注的 您还不点个关注吗 得 咱还是先别说这个了 有的朋友又该说了 你越是这样说呀 我越不关注你 不关注不关注 您不关注 也是我的好朋友 说不要麻烦 这废话就算不少 早在雅各萨大战之前很久 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呀 就盯上了西伯利亚 蒙古草原 以及中国东北大片的土地 他们就时不时的 派一些所谓的探险家 带着一些雇佣兵啊 来到此地 对当地的牧民 农民进行西扰 对一些他们需要的资源呀 主要是金矿和紫貂皮 能烈就烈 能抢就抢 在中国的史书当中 对戈萨克骑兵最早翻阅 沃拉尔山向东掠夺的记录 是出现在1582年 也就是万历十年 就在那一年呀 大明朝的旧式宰相张居正 死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 中国的东北 白山黑水间 一个精壮的女真族汉子 叫努尔哈赤 凭借着祖宗留下的十三副遗甲 起兵反明 到了1636年的时候 黄太极呢 就把他父亲留给他的后金韩国 更名为大清帝国 也就是在这一年 通过不断的征战 戈萨克骑兵 形成了一万两千多里 抢占了西伯利亚大片的土地 把这些土地呀 都归到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 也就在这一年 他们惊奇的发现呀 在勒纳河的支流 阿尔丹河的前方 还有一条宽阔的大河 这条大河 两岸的土地呈黑色 水流湍急呀 并且很深 河水看上去 也是黑色的 他们也不知道 这条河到底叫什么名字呀 于是啊 这帮人就给这条河 起了个名字 叫阿姆尔哈河 其实啊 这条大河 就是现代中国人 一提起来 谁都知道的 黑龙江 转眼啊 就到了1643年 大明 崇祯16年 这大清国的摄政王 多尔滚 收到密报 俄军的一个小队 由一个军中 微末的小文书带领 翻过了 外星干岭 偷偷的闯入了 黑龙江流域 我国的领土 有人说你怎么没立场啊 到底是哪国的领土啊 当然是我国的领土了 明清之战啊 是中国的朝代更替 那比起来啊 这俄罗斯人 肯定就是入侵者了 这个俄罗斯的小文书 叫什么名字呀 他叫瓦西里 白亚尔科夫 卧槽 俄国人的名字呀 真是绕嘴 这还不是最绕的呢 您往后听啊 还有更绕嘴的名字呢 这个小队 有多少人呢 不算这位领军人物之外呀 一共有90名 哥萨克骑兵 可是这会儿的大清国呀 正是入关的关键时刻 这摄政王都尔滚 拿到精力 去管这个小规模的侵略呀 于是啊 他也只好 交代这个留守的索伦兵 各部落多多提防 抵抗一下 这索伦兵是什么呀 这索伦兵啊 就是素甚人 这素甚人又是什么人啊 这素甚人啊 满族人认为 是他们的祖先之一 随着这时间的发展啊 这素甚人 又分下了很多的分支 由于这出没不定 又与世隔绝 所以这建州女真 称呼他们为 野人女真 到了这会儿啊 这群人就分成了什么 厄温克呀 塔吉克呀 厄伦春呢 加上后来的一只 达沃尔 他们被编入八旗后啊 统称索伦布 波尔雅科夫 带领了这只侵略军 来到黑龙江流域 对这一块的居民啊 一通掠夺 这是一只 最臭名昭著的侵略者 他们冲进达沃尔部落的村子 竟然绑架了首领 部族首领啊 一而其一有个女儿 叫做奥雷伊兰 一直率领着部族 英勇的抗击侵略者 这伊兰姑娘啊 是中国历史上 一位女性的民族英雄 只不过地处偏远 鲜有人知罢了 到了没有粮食的时候 这只侵略军 竟然把中国战俘 杀来冲击 这会儿的大清国 已然定都北京了 战报传到北京之后 消息不惊而走 听说俄国老毛子竟然吃人 这帝都百姓无不惊恶 于是再提到老毛子的时候啊 这北京人 就不管他们叫俄国人了 管这俄罗斯啊 叫罗刹国 管这俄国人啊 叫罗刹人 为什么呀 因为在这佛教故事里啊 只有罗刹才是吃人的 这种称呼在民间 行有行无的 一直延续到今天 您看我不是还这么叫吗 北京市东城区 东正门北中间四号 这里啊 现在是俄罗斯驻华大使馆 他的前身啊 是苏联驻华大使馆 再往前倒啊 那里啊 是一座东正教的大教堂 是雅各萨战争之后啊 愿意归降大清国的 哥萨克骑兵 来到北京后所见的 后来这北京人啊 就很亲切的 称呼那儿啊 叫罗刹庙 这些都是后话 咱们先不细聊 转眼啊 就到了康熙年间 这康熙皇帝 亲政以后 曾经两次下属于 沙皇俄国 希望能够通过谈判 和平的解决边境问题 可是啊 信发出去以后 六年 尸臣大海 没有消息 据这个后来的使团 和康熙皇帝说呀 是因为这个沙俄朝廷啊 没人看得懂 这两封信的内容 其实说这话 您信吗 纯粹的胡说八道啊 康熙15年的5月 这沙俄呀 又派了一个 150人的庞大使团 初使大清 这使团的团长啊 叫尼古拉加弗洛维奇米列斯库 据说呀 这家伙的人性啊 刺透了 刘使我的不是瞎说呀 有本书啊 是曼考尔写的 叫做 俄国与中国 里边啊 就说这个 米列斯库 爱好争吵 寡怜贤耻 这孙子带领的使团呢 刚一进中国 就听说了一件事 他们听说呀 这中国的南方 正在挠大规模的叛乱 也就是咱们都知道的 三藩之乱 于是 他就赶紧给他的主子 俄国沙皇写信 让沙皇做好侵略的准备 他在信中说 中国长城以外 所有土地 都有可能 臣服于陛下统治 现在中国皇帝 极为衰弱 非常怕戈萨克 与此同时啊 他心里也打定主意 在这次 与大清皇帝 见面的过程当中 不能让中国 占到一丝一毫的便宜 于是他来到北京之后啊 那态度可想而知啊 那是相当的傲慢啊 到了北京 见的康熙皇帝 对边境摩擦呢 是只字不提啊 并且汤汤汤汤 还给中国皇帝 提了12条要求 其中一条啊 就是这大清皇帝 要向沙俄皇帝 每年进贡 贡品就是啊 每年要进贡 数万斤的白银 以及珠宝 这康熙皇帝是谁啊 看完他们 递交来的国书之后 倒也没说什么 还款待了这个使团啊 两顿国宴 在席间呢 这康熙皇帝就说呀 我呀 也有三条意见 你把这三条 带回给你们的沙皇 第一条就是 必须引渡 叛逃的一位 索伦酋长 第二条 就是以后再派 共使来呀 需要派那个 有礼貌 懂礼节的人 第三条就是 保持边界和平 否则这大清国 就拒绝和俄罗斯通商 以及互派使臣 俄罗斯使团啊 当然是没有得到 他想得到的东西 只能是灰溜溜气呼呼的 回莫斯科去了 他们是走了 这康熙皇帝 可没觉得 这边境问题是小事 就在康熙21年的8月 说实话 这会儿啊 三藩之乱 还没有彻底平息 康熙皇帝 就不顾众多大臣的反对 下令关外的八旗住房军 驱逐在东北境内的 俄国人 说到这儿啊 咱这小片已经到了一半了 在这儿咱先放一放 咱们先得啊 在战争开始之前 教的一下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 俄国人 俄国 包括这个沙皇俄国 苏俄和现在的俄罗斯 在外交政策上啊 永远遵循一个法则 那就是人类遵循的最原始的法则 叫自然法则 也就是说呀 叫适者生存 强者生存 你呀 要是比我弱 我永远就欺负你 所以这沙皇呢 就支持对外的扩张与侵略 这一帮子人啊 说是远征军也好 说是这个探险队也好 出去掠夺回来的物资 那都进了沙皇个人的腰包 您别以为啊 是充斥国库去了 并且呀 自要是皇族成员啊 见者有份 所以说呢 从沙皇到这些俄国贵族 都是支持远征军的 那么又是什么人 带领着远征军 翻山越岭 滴滴滴的 跑了一万多里地 来到这东北亚的呢 这些带兵的头子 其实并不是部队当中的将军 说好听了 他们是具有冒险精神的冒险家 说不好听啊 就是心怀鬼胎的投机分子 您既想去吧 大老远的呀 就带那么几百人几千人 就来到了远东 实际上啊 那惹定不是为了侵略 那就是为了抢劫 那么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个词 叫哥萨克骑兵 这哥萨克骑兵 在俄国又是个什么地位 是个什么人群呢 很多人啊就误会了 认为这哥萨克呀 是个民族 其实啊 这全世界呀 并没有这么一个族类 咱们用一句好理解的话来说吧 它好像啊 就是一个部落联盟 在15 16世纪的时候 曾经统治过俄罗斯的金帐韩国呀 被分裂成了好几个小国家 那比如什么这克什米亚韩国 卡山韩国 阿斯特拉罕韩国 再加上这个波兰立陶宛王国 和这个莫斯科大公国 逐渐的强大 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贵族们 也越来越强大 这些贵族们就需要大量的奴隶 来耕种自己的土地 他们就看中了那些无地的农民 于是很多人啊 为了不做奴隶 就挟家带口的 跑到了南俄罗斯 乌克兰一带 人越居越多之后 在南俄大草原上就形成了很多的无君主部落 后来呢 又逐渐形成了部落的联盟 这就是最初的哥萨克 那么这群人都是什么人转啊 什么都有 这里边啊 有天主教的波兰人 东正教的俄罗斯人 还有信仰回教的达达人 据说还有犹太人 信仰不同宗教的人 在这个群体里啊 都能互相的融合 抱团取暖 当然他们也游牧耕种 鱼猎 但是啊 他们大部分的收入 都是靠抢夺而来的 袭击个商队啊 抢劫个小帮小国呀 这抢劫一看出甜头以后 这帮哥萨克呀 就保留了一支 笑勇山战的部队 这帮家伙 既是骑兵 也是水手 在路上啊 他们骑着马 去袭击商队 在海上呢 他们架着那种几十人 就能划走的快船 去袭击商船 反正啊 就过着无法无天 吃吃喝喝的日子 在乌克兰啊 有一座城市 现在啊 还叫扎伯罗热 在当年 一只哥斯克 常年盘踞在这个城市 所以这群哥斯克呀 就被称为 扎伯罗热 哥斯克 这群哥斯克呀 他豢养着一支 彪悍的骑兵 头戴黑毡帽 身穿黑大肠 骑着快马 身上背着短毛 和这个持长毛的 当年欧洲的骑士啊 有明显的区别 那么他们为什么 要拿着短毛呢 因为他们发现啊 这短毛 在他们这种战争当中啊 非常好用 骑马能刺 不战啊 能武 到了巷战呢 手持短毛 也能挥舞的开 在群体攻击的时候啊 他又比这个刀剑长 正所谓是 一寸长 一寸强嘛 所以说这种兵器啊 在战争当中 让这哥斯克呀 占尽了优势 这样一来呢 周边的一些国家呀 就总想拉拢这批哥斯克 可是这群人呢 你跟他们谈什么忠诚 谈什么君主 没有用 你呀 要想让他们帮你卖命 别绕弯子 干脆就只给 说说呀 能给人什么利益 只要能满足他们心中的 利益最大化 是赴汤早火 在所不辞啊 所以说这哥斯克的武装啊 那就是骨子里 为雇佣君而生的 也有人啊 想用耍嘴炮 把他们忽悠过来 为自己效命 结果呀 受到了奇耻大辱 这人是谁呀 这现眼的玩意儿啊 就是那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那苏丹 莫罕默德四世 他曾经干过一件蠢事啊 就是给这帮哥斯克呀 写了一封信 这哥们一上来呀 就先拍老千 他说呀 我 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的苏丹 莫罕默德的子孙 日月的兄弟 上帝的亲孙和代言人 马其顿 巴比顿 耶路撒朗 上下埃及等国的国王和统治者 我是地中地 王中王啊 从没有失败过的超凡骑士 耶稣基督神母的坚定守护者 我是真主亲选的信使 穆斯林们的希望和寄托 基督徒的伟大守护者 我命令你们 扎伯罗若的戈斯克 自愿向我投降 并不再反抗和攻击来骚扰我了 唠款是土耳其苏丹 莫罕默德四世 戈斯克呀 收到这封信之后 立刻召开了酋长会议 在欢声笑语当中 就给这位苏丹回了一封信 写这封信的这群人 那简直就不是脑洞大开 他们的脑洞啊 简直就是一个黑洞 不但极为搞笑啊 而且极具羞辱性 网上流传的贴近原文 最怀柔的版本 我在这给您念了 平台也不让播 我在这呢 室内意思的 给您介绍一小段开头 上去的 您百度百科去看看去 要不把您笑个前影后合呀 算我在这瞎掰 这信的开头啊 是这样的 苏丹你个杂种 土耳其的恶魔 魔鬼的小跟班 露西法的一只走狗 这露西法啊 就是魔鬼的意思 你光着屁股 都打不死一只刺猬 算哪蛮子歧视啊 魔鬼拉出来 你非常爱吃 你先吃 你的军队接着吃 你这个妓女生的狗杂种 还管管老子们的事 水上地下你随便挑 怕你是孙子 问候你老娘 中间的部分最精彩 可是实在是没法念下去 结尾是这样的 我们扎波罗热人 像你这种贱种宣布 你连给大爷养猪都不配 现在我告诉你们 我们干脆就不知道时间 也没有什么立法 所以之后的日子 还会和原来一样 为了这伟大的觉悟 你来 你赶紧来 给老子舔干净屁股 哥萨克首领 伊万希尔科 即全体哥萨克头目们 就这呀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播 为了这个离真相 更贴近一点啊 我也算是喝出去了 看到这儿的朋友啊 您赶紧给点个赞 那人家主播呀 他不容易 给您讲这些呀 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完全是想让您知道 和那些所谓的探险家 来掠夺东北亚 侵略我黑龙江沿线的 哥萨克骑兵 是个什么东西 这下您好理解了吧 就在几百年以前 几个俄罗斯人 带着一群乌克兰人 侵占了中国东北 大拼的土地 不但掠夺了我们的资源 还吃了我们的人 所以说这乌克兰炮声一响啊 您还占什么队呀 他们呀 属于是史克朗和区的关系 没一个好玩意儿 得嘞 天不早了 今儿咱就到这儿 精彩回幕就待下回 这康熙皇帝 调兵遣将 才要平定 雅克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